立法委員參選人鄭正前 周日舉辦首播後援會成立大會 當天大鵬新城內 湧入200名支持鄉親 不僅大喊口號 更肯定鄭正前的做事態度 因為我們社區 這個有很多 因為這個是國宅 改建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漏水 地下室漏水的問題很嚴重 還有其他一些問題都是 由市議員鄭正前在幫我們處理 幫我們跟市政府國防部協商 因為他對我們這個社區的貢獻 我們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他這個人又清新 清廉又正直 然後又年輕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用實際的行動來支持他 新竹市目前有六位參選人 有意參選立法委員 鄭正前表示壓力很大 但他期望支持者 能發揮螞蟻熊兵的力量 號召朋友共同相挺 今天是我們 這陣前後援會的第一場 那因為我們打算採取 螞蟻熊兵的方式 那麼希望能夠在新竹市 能夠便利開花 那我們後援會有大有小 那麼只要認同 正前希望國會革新的好朋友 我們都希望能夠透過 您本身的親朋好友圈 然後來成立後援會 那麼一起來為我們新竹市 來盡一份力 我相信只要我們一起手牽手 我們一定能夠在新竹市 來推出好的立委人選 來改革國會 每一次的選舉都是民主的象徵 每一位候選人都有自己的理念與願景 這些參選人透過後援會表達自己的